为什么普通空头冒的是红烟,超级空头冒的却是黄烟呢? 今天来一个重制版的吧,真实原因有三个 一,便于区分,游戏里的两种空头,不管是普通空头还是超级空头 它们的体积都是很小的,在远处是看不到空头箱的 所以玩家只能通过冒的烟来区分 如果把冒的烟设施成同一种颜色,那玩家就无法区分了 而设施成不同颜色,玩家看一眼就知道是什么空头了 二,都是最显眼的颜色 那为什么一个是黄烟,一个是红烟呢? 不能用其他颜色吗? 其实这一点也是有原因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种颜色,有醒目的颜色 也有稍微一远就无法看清的颜色 而空头肯定要用醒目的颜色 不然落下来玩家都看不到 那么什么颜色是最醒目最显眼的呢? 其实就是黄色和红色 黄色的波长大约为570-585纳米,是最显眼的颜色 红色的波长大约为610-750纳米 是仅次于黄色的颜色 所以用黄烟和红烟是有道理的 三,和空头箱颜色匹配 普通空头箱的表面是红色 用红烟是最合适的 超级空头表面是黄色的 用黄烟也无可厚非 所以这样设置完全理解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